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加班啊,洗了一台这个游音机 今天是大年初期啊,也是开工的 然后这个游音机的话是马可波罗的 它是凹进去的那种形状 然后设计这个设计挺奇葩的啊 然后我等一下给大家发一个作品啊 然后发一个详细的作品 我把整一个啊,我把整个一个这个涡轮啊,都拿出来了 它这个风轮的话有两个,前后各两个啊 它不是左右两个,它是前后两个的这种游音机啊 我们看一下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台马可波罗的游音机啊 上次洗过一次啊 它这个上次我没记得跟大家说了啊 它这个是双风轮的前面一个风轮 后面还有一个风轮啊,就在上面啊 然后这台游音机的话必须要全拆,要拆的一顶一顶的啊 然后现在的话啊 也不跟大家说太多,我先上去把这个阴管拆了,然后抬下来啊 抬下来拆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说啊 好,我们看一下啊,抬下来的 抬下来的,然后啊 我们看一下这前面,这个位置有一个轮子啊,一个风轮,后面还有一个啊 后面还有一个,然后我们先拆前面这块板 把这块板的话就是把这三个螺丝拆的啊 这三个,一个,两个,三个,拆的,然后 然后这块板是往上提的,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啊,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然后就可以拿下来了 看一下啊,前面这块板啊,拆的啊,往上啊,往上滑一下 然后,这里一个风轮,后面还有一个风轮啊 然后这块板的话,这里,这里有个信录啊,拆了之后把信录拔掉 然后这台油音机的话啊,要全部拆的啊,要全部都拆了 好,刚刚看了一下结构啊,刚刚看了一下结构啊 我们要把这上面的这一圈,所有的螺丝都拆了 只要在上面能够看到的螺丝全部拆了 然后把它整个往上面提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前面的上面的螺丝全部拆了啊 然后后面啊,背后这个螺丝啊,也要拆了 也要拆了,拆了之后,拆了之后,我们要把前面的这个 这个钉泡的这个信啊,这个信拆了,然后这边信拆了 好,然后把信从这个,从这个孔,从这个孔,往外拿出去 然后把这个风霉从上面抽出去啊 然后,然后我们先试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啊,他这种设计啊,被那个 AB胶,AB胶押起来的,这个信 然后用厂刀把它,把它稍微藏一下,把它拿出来 要不然这个信拿不出来 用厂刀给它松一下啊 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信 我们试一下啊,稍微变一下 稍微扯一下啊,不要扯断了 稍微扯一下就行了啊 好,看到了,这个皮这里已经有点断了啊,这个没关系啊 这个没关系,然后把这个信从这个口拿出去啊 拿出去,然后就可以抬出来了 好,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啊,这个 这个风轮已经全部,一整块全部拿出来的 好,看到前面一个啊,前面一个风轮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风轮 对吧,然后这块是一个外壳啊,就是一个外壳设计 有硬器的话很紧张啊 这后面就是一个,在这面,这一边就是一个外壳一个设计 看一下啊 看一下 然后现在就拆风轮吧啊,拆风轮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风轮的话要用风轮拉马才可以抓出来的 太久了,已经生锈了,看一下这个风轮啊,全部生锈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就是这个风轮拉马 然后把它固定好之后啊,固定好之后,像洗衣机这样啊 这上面的就是往下拧啊,往右边拧啊,顺时针 你就可以把它,把它就是拉出来了 好,看一下啊,这个风轮已经拆出来了 叫窝轮啊 其实这些都还好,但是 一直在跌油的 然后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下面那个,那个风轮啊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它洗了啊,先把它洗了 好,我们先把外壳喷上啊,先上我们的药剂 等一下他会自己啊,吸湿几分钟他会自己流油的话啊,拉一瓶就行了 然后风轮的话啊,窝轮的话,重的油度啊,我们可以尝一下,然后再喷药剂啊 看一下啊,正在往下流油的啊 我们看一下,看到油正在往下跌对吧 看下面的油,一直往下流 然后我们就先顶着啊,顶着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这个窝轮也喷了啊,你看一下,喷了 等一下直接用抹布一抹 如果说厚的油够,你可以用钢丝球稍微刷一下啊 看一下啊,我们用钢丝球稍微轻轻的一刷,看到没有 轻轻的一刷就松了,然后用抹布一抹就行了 我们这个除油剂还是挺好的啊 看一下啊,稍微轻轻一抹就行了 我估计是生锈的啊,生锈的,都不需要用力 然后我们用抹布试一下啊 来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用抹布轻轻一抹就行了,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窝轮啊,窝轮洗的啊 看一下,好多地方生锈的啊 这些地方还没抹到,我是再去试一下啊 试一下,没抹干净 我估计是生锈的啊,生锈的 确实是生锈的啊 然后都洗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封门啊 封门也是生锈的,看一下 采用了几年啊,采用了几年,全部生锈的 这都是老的印记啊,不是因为药水泡的 药水泡的,它会是白色的 它这个都是,你看这个锈机 都是已经黑色的了,对吧 黄色的那种锈机 封门也洗干净了啊,看一下,封门也洗干净了 看里面全是锈 现在给它装上啊,给它装上 然后,这外面的话啊,等一下再给它洗啊 啊,现在这个封门啊 已经洗好了,装上了 我们翻过来,才拉个封门啊 一个一个洗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轮子啊 这个轮子也是一样的啊,全部生锈的 看一下里面,全部生锈的 看一下,全部生锈的 这个油印记质量还真的不好啊 只用了几年,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已经堵死了,这肉油洞已经堵死了 我们看一下,对吧 这肉油洞已经堵死了,看一下 它冻在这里,对吧 你看,我们要用那个螺丝刀擦一下 那这个肉油洞全部堵死了 等一下给它搞干净啊 好,现在还是一样给它洗啊 好,看一下啊,还是一样用敞刀啊,给它敞干净啊 看一下这个油 全部都硬的啊,全部都硬的 看一下 看一下,全部堵死了 那个肉油洞,那个肉油洞都堵死了 这么大一块 看一下还有这么厚 看一下啊,一块都插下来的 看一下这一块油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油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油啊 都已经这样的 都已经这样的 这是一块油啊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沙滩一样 那这路油冻出来的 好,我们给它搞干净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涡轮啊 这个涡轮也洗干净了啊 有些地方还有点油啊,再给它擦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 好多地方都是银身锈的啊 这里还很容易油啊 这边这个位置啊 刚刚没看到没打光 然后再给它刷一下啊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外壳 外壳全部洗干净了,对吧 看一下啊,看一下 好,现在给它洗这个封门啊 然后洗干净封门的话 然后就可以给它装上啊 装的话是跟刚刚一样的啊 拆的也拆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封门啊 看一下这个封门 像这种封门的话啊 你看全是锈的 看一下 像这种封门的话 最好是晃的啊 有些地方都不敢给它刮 给它刮一下的话啊 叶片就很薄了 然后给它刮一下的话呢 我感觉好像没有多大的必要的 包括有很多地方都 它的漆都已经掉了 给它刮一下就掉漆了啊 稍微灌一下吧 你看全是锈 这个封门肯定要换了啊 看一下啊 这个封门给它装好了 现在的话两个封门都洗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上面啊 这些表面的地方给它搞一下 然后把线路用这个毛巾啊 用干的毛巾或者是纸巾 给它抹一下这个油啊 好,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干净了啊 这边也干净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表面也搞干净了啊 然后这个线路啊 这个线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它这种地方的话 可以用湿润的毛巾抹一下啊 这个油没关系 但是但是街头这个地方啊 街头这个地方 一定要一定要用纸巾给它抹一下啊 最好是安全一点啊 像这种地方啊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啊 把这油印机 然后直接抬进来啊 抬进来啊 给它螺丝装好就行了 就像我刚刚菜的时候一样 把上面的一圈螺丝 还有背后的这个螺丝啊 装好就可以了 然后再抬上去抬上去的话 然后我们再洗一下这个下面啊 下面就很容易洗了啊 这边还有一块面板啊 还有一块面板啊 等一下我们给它啊 把这里搞干净 然后装上去就行了 好看一下啊这个风了啊 已经抬上来了 直接从这上面啊放进去啊 然后把这周围的这个螺丝全部装好 装好这个 然后再给它稍微抹一遍啊 还有后面这个螺丝啊 也要装好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现在看一下啊 已经装好了 给它抬上去 然后试机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台油印已经洗好了啊 这台油印已经洗好了啊 我们试机啊 开机试一下 照明啊 嗯 挺好 对吧 我们拿一张纸巾试一下啊 看一下啊 一下就洗上了啊 但它这个 但它是呃 它这个风能的话是需要更换的啊 这种风能的话 已经是绣了